思想是最多的 只是常見思想內容裡面不一樣 而且每一個人常見的 有時候是你關心的 那個你產生常見 你不關心的 你不會對他產生常見 聽得懂這意思嗎? 你會這樣子的 那我們凡夫的眾生 大部分不會動入斷見 絕對不會 斷見是哪一個 就是佛陀在世就是六師外道 他們會有斷見 但如果我們以六師外道 他當年跟印度是不一樣 跟波羅門教是不一樣 六師外道是瞧不起波羅門教的 他們如果以現在數以來講 他們就是當時的哲學家 六師外道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對於那個 波羅門教的那個 所謂宗教的那個信仰的 那個所謂換天的禮拜 那個他們很反對 所以一般人以為都不了解 可是六師外道叫外道 他們並不是惡人 他只是觀念思想上不一樣 因為很多哲學家 他有他自己的哲學觀念 說蘇格拉底 亞里斯多德 或者印度的很多傳下來的也有很多的哲學家 我們中國也有他的哲學家 我們的老子 莊子 這個如果以現在他們也都是屬於哲學家的 所以他們對那個生命的前世是不同的概念 聽得懂嗎 不管你是寡家 莫家 他也都是屬於哲學家的 換為理由 那哲學家的大部分都會 墮入空間比較多 比例比較多 比例比較多 我們凡夫的眾生 墮入有見 常見比較多 那佛陀的法義的教育裡面 他要讓你不長不斷 不偏長也不偏短 這時候我們叫重道第一地 可是當我們走這一條路的時候 要怎麼走 叫做所謂升級常住 因為常住到底要住在哪一個 所以我們括號裡面講說 他的性像虛空一樣 所以你想一想 當這個道場一百年前 不是說這個道場在嗎 不在 可是這個虛空 他其實他也沒有像算命先生 說我的虛空的本質 算了50內以後 有一個人會來這邊蓋道場 這邊被我們變成一個建築物 虛空也沒有 那你看我們建了一個建築物 請問我們有沒有干擾虛空 有沒有干擾虛空 在我們的本質上有 可是虛空的本質 他說你沒有干擾我 因為你們的肉圓 是看了這個叫做建築物 把我從這邊的虛空 跟那個虛空隔斷 聽得懂嗎 可是我們的微粒子的那種 他沒有隔斷 虛空還是可以穿透你的 窗戶 這個磚頭 水泥 他穿過去 因為他的微分子的質 比你的磚頭水泥還細 所以這個就是虛空 他本身是沒有障礙的 聽得懂這意思 沒有障礙的 所以我們了解說 升級常住 信同虛空 也就是說我們雖然有桌子 有這些房子 其實他原來的那個本質上 也都是暫時用我們作為所幻化了 你是一棟房子而已 可是在本質上你要知道 他一樣信同虛空 信同虛空 所以假如裡面 我們都是現代的人 你只要用我們的顯微鏡 一百倍數的 跟兩百倍數 三百倍數 一千倍 五千倍 看一樣東西 我們作用看一樣東西的時候 他一直在改變 原來的頭髮 是作用叫頭髮 可是顯微鏡一百倍 照的時候 原來的那個頭髮就已經不見了 不能叫頭髮了 聽得懂這一次嗎 他已經不能叫頭髮了 因為他在你一百倍的那種角度 那個現量鏡在看的答案是不一樣 兩百三百都不同 都不一樣 可是你會發現 也就是說 為什麼佛頭會講 升級常住 信同虛空 也就是說 我們肉眼看是 它是一個體積 可是當你的倍數越來越高的時候 其實它裡面的空洞的洞很多 就是虛空 聽得懂 所以以前我一直講說 奇怪佛頭 他們為什麼講說 地水佛風空 這個空我一直理解不出來 一直理解不出來 後來也就是說有一次在我們台中的這個科學博物館 以前當然我高中的時候我們上物理 那當然那時候不懂 不懂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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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理 不懂 那是鮮火以後 有一天突然去看到了 科學博物館它顯微鏡 它用一根頭髮 肉眼是一根頭髮 一百倍顯微鏡以後 頭髮的樣變 聽得懂 可是還叫頭髮 我們肉眼還是頭髮 可是不管你是五百倍一千倍 而且它的所造出來的現象的境界都改變掉 都變掉了 變掉我們那時候才發現 哎呦 佛頭怎麼會講說 射集是空 這時候你就慢慢想 它的角度是在哪裡 去說出這個答案 射集是空的意思 空不是沒有 空是廣況包容的 也就是說你這個射法 你若眼看射法 可是其實它 這個射法它是由四大合合所組合的 我們在經教告訴它是暫時而有的現象 所發生的你看的那一根頭髮而已 其實拿你這個頭髮來講 你都還存留在這個空大裡面的 那種合合裡面的物質而已 但若眼看是物質 聽得懂 可是當你有了 我們說 比如說佛有無眼 有肉眼 天眼 華眼 道眼 佛眼 當你的水準越高 你的角度所看的這個 那個答案會改變掉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反覆不了解這個道理 因為我們只是一個概念的有邊 所以我們為了那個有邊而去提三度五概 聽得懂嗎 假如我們把我們早有的有邊用這個物理現象去解析它 這個有哪有有什麼好值得去植起它幹嘛呢 聽得懂這意思 你就不會植起 因為已經了解給你的真相 聽得懂 我們怎麼會為了那一件那個我若元時暫時的有邊 然後我去跟另外一個一樣相同 我所認知的那個有邊我們互相吵架幹嘛呢 所以佛陀為什麼後來他不會跟一道逆境 一道順境 他的心境還是常住不變 因為他已經了解真實意 這個叫實相 這個叫真倫 真極常住 這個叫常住 因為這種常住是靠佛陀的定位等值三摩地 也就是說它靠所謂的那種顯微境 放大境 一個微觀一個宏觀 因為它可以縮小跟放大 然後我在縮小裡面看的一副如是 放大也是一副如 放大跟縮小所看到的那個物像 對佛陀來講 它是平等無二的 所以它在平等無二裡面 它不會起三摩地感出來 那反過來我們為什麼對於這樣的現象會起三摩地感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佛陀的 子觀不二定位等值的那種水準 所以我們就公收公有禮 伯收伯有禮 那佛陀在旁邊聽 他也是這樣子而已 好嗎?等你們吵完了再說吧 佛陀其實也沒有給答案 因為你們只是為了你們的我劍在吵你們答案的對而已 在佛陀的立場裡面 佛陀還是如數 一樣的 所以我們所說的說 真極常駐信同虛空就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你要把說 它原來不管是你所看到的這個桌子 或者任何一個物體 它裡面都有它的空大空間 都一樣 只是說你到底是用哪一個眼去看它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說 你用顯微鏡的倍數是哪一個倍數來看它 但是一樣的東西 眼期以改變 外表上的答案名稱會改變 聽得懂啊? 但是平等的法性本質是不會變的 那我們今天學佛法就是要這個 聽得懂啊?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相會生老病死嘛 聽得懂? 會沉住快宮嘛 會生住異昧嘛 所有的環有外相一定沒有辦法脫離這三大過程 一定要接受 接受以後我們也不起環繞 這時候我們就做到無度身心 生老病死的事情在你的眼前發生 然後呢 沉住快宮的事情在你的眼前發生 生住異昧的念頭也在你的當下發生 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所以你不要為那個耳環 而去找答案 然後又提了很多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我學會這麼多人 那佛菩薩怎麼都忘記栽培我 為什麼? 你加持我奇怪呢 這時候我們就早有變 所以我們今天學佛就是要把 這個波羅波密多的心經 放在這個真極常住 信統系統 這個法理你把它認知 認知以後 你以後所發生的 遇到順境 你還是心很平靜 不會說遇到順境 特別的高興 它還是一樣 它還是一樣 遇到一個逆境 它還是一樣 因為這時候你要自解 你的意念 有沒有被啊 你的意念所產生的影像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我們打坐都有妄想 是不是 其實妄想從哪裡組合 妄想是從 五根 手對著五層的中和的組合 然後在你的意念 因為你直取嘛 唯有嘛 所以它在你的打坐 或者你用功的時候 它一直浮現上來 其實它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所以假如我們有正確的認知啊 它不叫做妄念妄想 它是正常的念 所以你們都有拜佛過嘛 師父也有拜佛過嘛 我們當初拜佛 為什麼要拜快 你知道 除了追求數字以外 第二個是要趕妄念手 手要拜快一點 一直拼命拜 結果 隨著年齡越來越增長 這拜快也沒有把妄念趕手啊 奇怪 怎麼他們還是這麼多啊 也沒有減少啊 當然我也不會說 越拜越多啊 可是它重複啊 後來我們就開始要思維去 奇怪同樣我拜佛 為什麼我沒有想要去 攤免的那個雜念 為什麼他們會起來 這就是我們叫做思維修 你們現在用功也是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 有接受現代的教育的科學觀 我們就不能再糊裡糊塗 糊塗啊 拜佛一下 我拜佛的時候 你要想當好 幫我不是亂講 先把它移走 拜佛拜佛 等我拜完你再把我送過來 好不好 哪有這回事啊 如果那麼多的眾生要求佛斗 佛斗才一個人 那都這樣做 那我們這個佛就要告訴你 我就變成你的部下 讓你指揮你 啊 到底你要聽佛斗 還是我 佛斗要聽我們的 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你就想說 有時候我們就沉澱下來想一想 其他我在打坐 我在驚醒 我在抱 怎麼會雜念那麼多 這從哪裡來 這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靠打坐 去思維法義的義理 就是說你只有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在拜佛的時候 我的練斗都不請自來的 像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我們都是 包括思維的 我們都不請自來的 怎麼不請自來的那個練斗那麼多 啊 顧藥請的他不來 哦 氣得要命 顧藥請的他不來啊 為什麼 什麼叫顧藥請 我要顧藥請 中 中樂透他不來啊 奇怪 你看 啊不想他的他偏偏來 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我們就要坐下來 沉澱想一下 是 是哪裡出問題 這時候我們如果 解察力越來越好 靠指觀不會定位 等著你慢慢就會找出答案了 因為我在拜佛 我在打座裡面 原來的雜念 從來沒有背叛你 因為那是你啊 過去無知無明 喜懶的喜氣 慣性吸引 可是你不知道 我在前五根吸引 前五成的那個境界裡面 我用我的主觀的意念 去把它挑回來 可是我沒有發現到這個原因 我沒有發現到這個原因 假如你發現到這個原因 過去我沒有聽清文法之前 我是無知無明 把他招惹過來 現在我聽清文法 我了解到 以後 從 今日之時 現在開始 我的眼跟一道色塵 我的耳朵一道深塵 我只看到了 眼跟色塵的音源在變化 我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我的耳朵的深塵 那個聲音在起露變化而已 那我的主觀的意念 不要主動 那是什麼聲音 到底是在講我好話還是壞話 你如果這個念頭起來 我們就產生疑蓋 我們不是亂想 你疑蓋就出來了 其實沒有再說你 你為什麼這樣亂想幹嘛呢 可是我們的習氣 有時候會指揮你 不是有一個特異的無形的人在駕馭 是我們臉肌下來的慣性的洗腦動作 所以你們常常會問我一件事情 我們所說的 當我在看一件東西的時候 到底那個念頭是從何而起的 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在以前的原始佛教的時候 設例子就有問婦羅納尊者 眼睛看東西的時候 是眼睛攀圓東西 還是東西攀圓眼睛 他們這樣師兄弟互相問 那眼睛攀圓另外一個境界 那我的詩系裡面就有那個詩系 那這個詩系的影像 是眼睛當主角 還是我的影像那個當主角 然後他那個影像跑到我的腦筋裡面 那如果以禪通來講 去找出原因 那你後來你才知道啊 慢慢你有定律才知道 原來跟你眼睛沒關係 跟你眼前的那個色相也沒關係 但是既然沒關係 那響應的那個想像的影子 怎麼會冒出來呢 聽得到啊 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就是說 我們前面所說的字解那個節字 你要弄清楚 弄清楚以後 那下面啊 你把這一點的答案 如果弄清楚 下面下面耳根一道深層 衣服類推都一樣 我們鼻根聞到我們所吃的東西的味道 我們舌根吃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要發覺 為什麼我會起一個好吃不好吃的面頭起來 它是從哪裡來 然後告訴主人 它是佛統的答案是縱言和合 聽得懂縱言和合 沒有辦法說哪一個叫主角配角 但是其中一個眼如果缺乏的 它就不成立了 所以我們唯釋家會講說 眼睛看東西 它要九顏深 九個眼的陰眼 來組合 你今天才會說 這個叫舟字 這個叫金匠 這個叫什麼 你才會的 耳朵聽聲音會起溫泥 它要八顏深 所以有這些的眼的合合 你就會產生你的四肥的分泥性的作用出來 那如果我們都知道這個原因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法 我是不是想辦法讓一個眼缺了 我的外面就沒有了 聽得懂嗎 我的意思 你要懂得這個 這個其中一個眼 如果我把它斷 所以他們四兄弟才會互相問 眼睛看東西 是眼睛抓攝像來到我這邊 來到我的腦裡 還是東西當主角 東西自己跑到我的腦筋裡面 影像裡面 聽得懂嗎 結果你慢慢才會理解說 原來這兩個答案都不是 既然都不是 那是什麼 那告訴主委 就是我們說不清楚的洗來洗去 給它造成的分泥的答案 那我們現在用功 要心如虛空 真極常駐 信同虛空 我們必須把自己栽培 像我們的心量 像我們的身口預塞 像虛空一樣的平等 因為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所以我自己不要去主動 再去重新 把過去的那個習氣 跟你現在所遇到的那個資訊 要把它連結起來 我不要 因為過去我還沒學佛法之前 已經慣性的攀岩了 可是我現在開始學佛了 我現在就 下一輩子就靠我的 上一輩子 上一輩子或者 前昨天的 我的分別煩惱 新的煩惱 我已經找出它的答案 是這樣子的 聽得懂嗎 所以主委你要想說 我們為什麼會有洗奶洗氣 其實如果我們 又要追上去的時候 就要追上去 我們在母胎裡面的DNA 又要追了 你要知道 如果你的DNA 二十三對的染色比 父親母親 占一半一半 然後這兩個 我們出生以後 我的本質上的習氣 就傳承了我父親一半的習氣 母親一半的習氣 就給我們 如果我們現在要追 這個叫做參話頭 我要立追 追原來的 父母衛生的 本來面目的 他的當下 你看 你還要 孩子這個叫思維 所以去想它 聽得懂這意思嗎 如果我們這個懂了以後 那當然這裡所講的 真極常駐 信統虛空 這八個字當然你只懂了 你就懂 就不像說我要花很多錢 然後到外太空叫做信統虛空 不是這樣概念的解釋 所以印 印化生的印就是壽 壽命不定 有時候是 佛陀在他印度那個年代 能夠活到八十歲 那個年代算了 他很長壽 這蠻長壽的 其實我們 翻開我們中國祖師 他們這一生的修行 都以道為上 所以他們壽命不長 我看到了很多 那個唐朝祖師 南北朝這些 其實他們壽命都不長 你看我所知道的 這個天台中的二祖才五十四歲 我們智者大師是六十歲 然後我們靈際祖師好像是四十六歲 他們雙面都不長的 他們都會說 哇我說他們好厲害 對那個身見放得下 我們像師父學佛 我一定要佛長一點 不然很難得來人間投胎 如果下一次這麼早就死了 那也很可惜 拜託拜託 我祝我不是啊 讓我壽命慘一點 我問了你看 我們這樣子叫做什麼劍 金剛劍叫什麼劍 瘦則劍 有沒有 有沒有金剛劍 人劍我劍瘦則劍 我們就換了瘦則劍 我們說我要慘一點 可是你看那些過去的祖師 他們沒有這種概念 他們不會為了他今天邪道 他幾歲走的就表示他業障中 他沒有這種概念 因為他們已經心如續空 他們只是回到原來的 無生無媚的那個本質上 然後跟所有的地水火龍 融入在一起 所以地大歸地大 水大歸水大 火大歸火大 轟大歸轟大 只是回復到原來的本質 所以這個叫做父母未生 本來命 未生什麼 二元對地的觀念不要生 叫做未生 因為父母代表陰陽兩個概念 一個陰一個陽 那陰陽包括什麼 我們對於四根灰是不是對立 對跟錯也是對立 那我對於四根灰對跟錯 不讓他升起的當下 你看你的心是什麼 其實你的心是平靜的 那既然是平靜 我必須靠我的節之力的了悟佛法道理 你把這個平靜的心 產生三模的的定力 然後這種定力 才可以我自己 從未到地地 進入初產、二產、三產、四產 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你要把你的定 你必須要擴充到 顯微鏡跟望遠鏡、放大鏡 空間跟時間是無而無別的 也就是說我們說 微觀跟宏觀 無而無別的 宏觀也是這種答案 微觀也是這種答案 這個叫做平等法性 你做到 所以平等法性在哪裡做 在你現有的日常生活去體會 去體悟它 它不是靠別人給你的 只有靠你自己思維修 所以才說 假如我們這些做得到 那當然下面你就做得到 為什麼 你的心性像虛空一樣的包容一切 是非對臭、高低、眉醜 在你這個修行的上沒有答案 如果有答案是什麼 都是盧木換泡影 盧露依盧殿 所以我們盡量說你要常常做如是觀 其實這樣的觀還是有一個對立的觀 但是我們環物不了解法案之前 先用這樣的解套你的執著 你的常見 因為我們環物絕對是常見 但百分之九十九 點九九九 一定不可能 墮入無界 不可能 好 所以才說 這個硬化生來講 我們剛才講法藝裡面 增疾常駐、信統細工 硬的就是 我在人世間裡面 硬疾瘦不定或長或短 因為不知道 所以我剛才講說 我看到很多中國的祖師 他們這一生的學到 其實他們對於自己壽命的長短 他根本不在意的 他們只是對於法的理解 他很在意 所以他要引心見性 他這個比較在意 他幾歲左右他無所謂 沒有關係的 堅持守論的是硬 而歸正 但我們現在因為講無用壽 是講現在的硬化生 所以我們講說 我現在跟談的是硬 而不是所謂真如生 或者實相生 不談這個 以硬化的壽命 此佛壽命最長 所以我們在另外一部軍說 後面投火的壽命有多少多少節 然後 右眼無量 乃凡覆二聖 不能側度知其限量 就是凡覆 我們現在 諸位你們要改變一下 我們凡覆當然沒有像 這個所謂羅漢聖 或者 批斯佛聖 那麼高 因為我們要知道 僧文在因地修行的時候 我們叫僧文 就是說他還沒有正果位 我們都叫僧文 像諸位告訴諸位 你們就是僧文弟子 僧文弟子就是說 靠聽經文法而了解華裔的 都叫僧文弟子 但是我們叫做因地的僧文弟子 我們不是果問 因為我們還沒有建法 沒有進入出國 惡國三國 聽得懂嗎 要把它分開 如果我們有果位 我們才說我進入出國 惡國三國 我嗜果的水準 所以我們講僧文兩個字 前面應該都叫一個因地 因地就是我還在被佛法 栽培的那個階段 我們都叫因地 果地就是出國以上 我們叫果地的 我們要把它分開 以前我剛學佛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都弄不清楚 搞不清楚 有的時候所謂僧文 就是包括佛陀在世的那些的 大弟子都叫僧文弟子 搞不清楚 後來慢慢有經驗 才瞭解 這樣才對 然後呢 這個辟之佛 他是觀察因地十二因緣法 聽得懂 聽得懂 他說我們剛開始以後 辟之佛是有成就 那個聽聞 也就是言解 聽得懂 言解就是因為他用十二因緣法 來禮物人生的本來面目的真如 聽得懂 真如就是實相意義的意思 真實現象 他叫真如的意思 那如果你們想要了解十二因緣法 比較完整的解釋 那就要請你們去看 吳佐倫斯所作的一解釋 哪一眼的出處 不然我們都不知道啊 什麼什麼 哎呀我為什麼今天會有愛其友 他是怎麼來的 這樣前因後果啊 在一解釋會跟你講解 比較少 所以你們如果有訊息啊 單單獨只去看十二因緣 一看見久的後面接見死的前面 都在講十二因緣法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情質來 六道輪迴 他的答案 這本都會跟你講 那佛陀在世的這些的延期法 這個延解 他們就關釋英緣法 其中的一支如果突破了 十一支全部OK 你不適中每一支都要把它突破 因為你已經找出答案 我對某一個支會產生的那種不理解的 我要把它拓彻的了解 聽得懂嗎 所以他的十二因緣法 無明 閒視 明色 六路 觸愛 其友 生 老 此 那這個十二個階段 你理解他 當然我們如果講答案出來 就是理解他無自信 聽了沒有一個固定的自信 他會隨著時間跟空間的改變 所以我們何必對那個 沒有自信的 我們要固定把它有自信來起環擾 幹嘛呢 像我們現在都是讀書人 其實我們很容易理解 其實假如你用這樣的理解 那個法義的道理 其實我們都會漸漸把我們 六根一到六層所吸取的成像 跟楞元君所講的 我無影無故吸取那個成像 我是建議諸位 你們都是知識分子 其實都比較好教 你們以後要訓練 現在楞元君有一個步驟 當我的眼根一到色塵 我以前不了解魔法之前 我吸取那個成像自然而然在我的腦筋 那個影像 怎麼畫圖畫得那麼漂亮 怎麼畫得那麼不漂亮 你突然在你的意識會動念 這個就是無影無故吸取成像 聽得懂嗎 那我們現在要訓練 我眼根一到 因為當我吸取成像如果是心動念 那就累積我的念頭 就變成我的 如果我還更在意 我可能就煩惱 然後在這個煩惱裡面 我起了貪圖跟成都 這更比較嚴重 但是假如我們做一個修行者 無知無明的吸取 我變成一個慣性 現在我聽經文化以後 我開始要體肢 不讓它產生慣性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以前的種種 我沒有學習佛法之前 我把它吸取一下 我在我的念頭 像波濤洶湧的海浪 生起來又這樣 生起來又這樣 根本繁繁繁繁 但是這樣的方法 讓我這一生心疲力盡 我也嘗試這樣的痛苦了 聽到這個叫苦因 我去嘗試這樣的痛苦了 那我今天學佛法 我不應該再重蹈覆測 我可以看 但是你不能說 忽眼睛閉著 人家說你為什麼閉著 因為我怕 分別很漂亮不漂亮 我根本閉著算了 那你就不會 你就在世俗地裡面 你就破壞元祈法了嗎 聽得懂嗎 那你就不是跟人家吵架了嗎 那別人也會在你身上 求婚點心 你是不是不尊敬我 才眼睛閉著 聽得懂 你不能閉著 你要法醫要通 你一樣照看 照看 那你要告訴 你的意識的攀岩的 你要把它停住 聽得懂嗎 要把它停住 然後只看 那個生命的演技在變化 而沒有我主觀的 那個響應 去抓緊他 那個影像叫做 是非對錯 高低沒從 那這些 你如果在日常生活 都訓練成功了 你當然就知道 所謂節悟的節制 是這樣解釋出來的 所以急遇反山 耳朵聽到深層 急遇反山 鼻根聞東西 舌根 深根觸到東西 那你要知道說 在六根裡面 前五根裡面 最好修的是 眼根跟耳根 可以先修 因為它沒有跟東西相噴 跟東西相噴 其實是最難修的 你看 我們的東西 一拿到舌頭 馬上 那個無意識的分別心 判斷好吃不好吃 請問你有沒有特意起心動呢 所以你想一想 沒有 你的答案就出來了 聽得懂 你馬上 所以在前五根裡面 裡面裡面 你是眼根跟耳根 會比較好修 會比較 因為它沒有跟東西接觸 聽得懂這一次